好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进到了我们这课的part 3 好 第十一个单字呢 叫做expectation 来 音节 我们来分分看 x一个音节 pec一个音节 tey一个音节 shun一个音节 好 我们看到shun这个字的字尾 大概这个字八九不离十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这个字我们形成expectation expectation 那expectation呢 中文的意思呢 叫做期待 或者是期望 来 我们看看它的英文解释 the act or state of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the act 这种行动 这种行为 或者这种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呢 来 各位 这片语 各位有印象吗 叫做look forward to 好的 look forward to的意思呢 就是期待的意思 OK 好 不要忘记哦 这个to呢 它是一个介细词的to 如果后面有遇到动词的话 不要忘记了 要把那个动词变成动名词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字的例句 most parent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 they hope that their children can bring honor to the family 好 大部分的父母亲呢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来 各位 这个片语呢 很棒的一个片语 好 不妨把它记起来 就对谁有很高的期许 很高的期望 好 我们就是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someone 注意它所搭配的介细词呢 我们用of这个介细词 好 他们希望一件事情 好 希望什么事情呢 就是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子句 当作hope这个极物动词的授词 他说他们期望一件事什么事情呢 他们的小孩子们can bring honor to the family 好 他们可以把荣誉呢 带给他们的家族 好 那这个是他的名词的部分 但是呢 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呢 来看看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式 那就是他的动词 他的动词呢 就叫expect OK 好 那这expect这个字呢 它意思呢 当作动词 它意思叫期待 好 那我们通常呢 会衍生出一个句型 这个句型就是expect someone 然后呢 再加上to do something OK 就期待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片语呢 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片语 好 你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参考看看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单词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address 好 来看这个音节呢 你看就是两个音节 好 各位 如果这个字要背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字dress 来 各位 有印象吗 这个就是女孩子穿的洋装 我们就叫做dress 那这个字呢 中音节 当它当动词的时候 它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好 那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ddress 那address的意思呢 表示像什么什么人说话 或者是发表演说 我们就叫做address 注意到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也就是说它后面可以直接接受词 那既然是演说 当然演说到绝大部分的对象 一定都是人 所以他的受词呢 应该都是人 好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The speaker always addresses his audience with a touching story at the start 好 他说呢 这个演讲者呢 总是会对着他的听众演讲 好 用什么东西演讲 以什么东西演讲呢 好 这边接系词我们用with 好 with 所以我们这边翻成以或者是用 用个什么东西呢 a touching story 好 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什么时候他会先说一个感人的故事呢 at the start 就是所谓的一开始 就是他们的开场牌 所以呢 这个演讲者呢 他总是会对他的听众说 好 以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好 在一开始就用一个感人的故事 来对他的听众发表演说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address 好 但是这边呢 Andy要提醒各位同学的是呢 address这个字 它除了可以当作动词之外 它也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就是当作地址 那当作地址呢 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 那个那个线上的字典 这个address这个字呢 它有两个音节 你可以念成address 好 在第一音节你可以念成address 好 那除了address之外呢 你可以念成第二个音节 念成address 都可以 它是当作地址的意思 OK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单字呢 来 我们看看音节 来 我们把母音挑出来 就变成两个音节 哪两个呢 d一个音节 跟feet一个音节 那defeet这个字呢 你注意看哦 当作名词的时候 它可以当作不及物 跟几乎动词都可以 那什么叫做defeat呢 来 各位这个字 各位应该很熟 这个字叫做failure 好 那说failure 这个字是从fail 就是失败这个字 演变过来的 好 那说failure to win or to succeed 它呢就失败了 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to take defeat well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来 各位 这种词的句性呢 其实在我们的英文 经常出现 利用虚主词 后面接一个逼动词 再接上一个形容词 它真正的主词呢 它真正的主词在哪一个 就是后面的不定词 to learn 好 所以他说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哪件事情呢 学会如何去 take defeat well 哇 来 各位 这片语不错哦 就是从容的面对失败 所以我们说 take something well 那这个something 通常都是比较 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好 失败啦 或者是没有成功的经验 我们必须要呢 从容的去看待它 take something well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呢 它当作 极无动词的例句 台湾 suffered a heavy defeat in the game against South Korea in the 2009 World Baseball Classic 好 他说 台湾 suffered 好 各位来 这个suffer有印象吗 它是受到什么疾病之苦 那在这边呢 它把呢 我们对在2009年的 那经典赛当中 棒球赛的经典赛当中呢 的那一场 对韩的那个 那个比赛 输给了韩国 我们把它 它把它当成是一种疾病 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 所以呢 suffered a heavy defeat 而且这个失败 是一个很重哦 重重的一几 这个失败 这个失败叠得很重 就是a heavy defeat OK 好 那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game 在这场比赛当中 这场比赛呢 是against 是对抗 好 对抗呢 南韩在2009年的世界杯 经典赛 棒球经典 经典赛的那一场比赛 OK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defeat这个字呢 除了当作名词之外 它可以当作 急物动词 那我们直接来看 例句 to our disappointment our school team was defeated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championship series 好 那to our disappointment 各位 这种句型 各位还有印象吗 我们说这边呢 to 然后呢 once 后面接上一个 情绪的名词 好 什么东西 叫做情绪名词呢 例如disappointment 这就是用情绪的名词 对不对 好 另这个东西呢 后面再接上主词 接动词 好 这样子的句型呢 我们就是把它 令人感到 什么什么的 OK 好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to our disappointment 那disappointment这个字呢 就是失望 好 所以 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是 是什么东西呢 our school team 我们的学校的校队 was defeated 好 被打败了 什么时候被打败呢 in the first round 好 这个first round 就是一圈 一圈就是第一回合的意思 好 它在呢 那个什么冠军赛 来 各位 这冠军赛呢 我们可以记一下 叫做the championship series alright OK 好 就是defeat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这个字呢 humble 它只有一个音节 humble的意思呢 叫做谦卑的 我们看一看 它的同意字 它同意字呢 叫做modest ma 一个音节 destest 一个音节 alright 它的意思呢 也是谦卑的 好 那么这个字简单 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although he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he remains humble and polite never boasting about his great success 好 所以这个although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负词连接词 虽然的意思 好 虽然呢 它极端的成功 这extremely就是极端的 极端底 极度底 在这边就是表示 非常的意思 虽然呢 它非常的成功 he remains humble 来 各位 这remains 我们上一个单词 各位还记得吗 好 它是一个linked verb 不完全不及武动词 后面接一个形容词 当它的主词 不语 在这边呢 humble是谁 humble呢 是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 他 OK 所以呢 他呢 保持 依然保持 维持着谦卑 跟什么呢 polite 有礼貌 而且呢 never boasting 好 来 咕哟 这边特别同学 要特别注意到了 这边的never boasting 为什么要加ing呢 这个东西 就是Andy在学校 一直跟同学强调了 叫做分词构句 那这个never boasting 其实它是怎么来的呢 来 我们在这边呢 旁边呢 给帮各位注明一下 这个never boasting 其实是等于 它是等于呢 and never boasts OK and never boasts 好 它从来呢 没有呢 那个吹嘘 这个boast 就是吹嘘夸耀的意思 那不要忘记哦 boast这个字呢 通常它在使用上 我们可以搭配 about这个介绍词 OK 所以呢 它呢 保持的非常的谦虚 跟那个 跟有礼貌 而且在这个同时呢 它从来不会去吹嘘 它的成就 alright 好 这是humble 那我们现在呢 把humble的 b-l-e 我们把它去掉 加上 i-l-i-t-y 这个字我们念成 humility 好 那humility的意思呢 就是谦逊 谦卑的意思 好 那我们这个字呢 直接来看例句 we are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humanity which is now really seen in the excellent students 好 我们看这个片语 很好的片语 记一下吧 叫做be impressed with 对什么什么事情 或什么什么人 感到印象深刻 我们就叫做 be impressed with 好 他说呢 我们对他的谦卑 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而谦卑这一件事情呢 各位 这边是一个 which 一个关系代名词 对不对 这个关系代名词呢 它其实是用来 修饰什么呢 用来补充 说明前面的 his humility ok 也就是说 humility这种东西 谦卑 谦逊这种东西 谦逊谦卑这种东西呢 is now rarely seen 各位这个rarely 就是很少 几乎没有的 这边用的是被动语态 很少在被看见的 在谁的身上呢 in excellent students 有些同学呢 他只会读书 功课很好 但是一些基本的 做人的道理都不懂 都不懂得谦逊 自己成绩很好 就以为是全天下 就把全天下 踩在他的脚下 这是不可取的 right ok 这就是我们的 第十几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 第十四个答案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就简单了 叫做gentle ok 什么叫gentle呢 就是温和的 very soft and calm 我们应该国中 应该有学过一个 叫做绅士 各位还记得吗 叫gentleman ok gentleman就是绅士的意思 不是这个 是绅士 我们就叫gentleman right 我们接下来看一句 don't be afraid or stay by your side she said in a gentle voice 好 那说呢 不用害怕 我会呢 我会陪在你身边 我会待在你身边 这个片子不错 对不对 stay by your side 我们经常在英文的请歌里面 会听到这样子的用法 stay by your side 好 他说 怎么个说呢 这边 介细词提醒同学 以一个什么样的口气 以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介细词用in 在这边呢 他是以一个gentle voice 他的gentle voice 就是温柔的声音 alright 这样了解吗 ok OK